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那些短期内新出现的膜玻璃节节 或者是边缘比较模糊 边缘不规整 这样的膜玻璃节节大多都是良性的 一般来说就是炎症 感染 甚至肺里面的纤维化 甚至是肺泡的一些出血就会表现为肺内的膜玻璃节节 我们看到的这个病人 他就是经过回溯他以前的胸部CT片 发现他是新出现的 而且还比较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考虑他是良性的 是炎症性的 当然这个节节的性质还需要时间观察来进一步的确认 但是我有一定的把握这个节节是个良性的 炎症性的节节 所以我先给他进行消炎治疗 然后再进行观察 确认 感谢观看